这边来看一下吉亚对阵WBG的第二局上半场 尼尼再掏割剧还未被搬掉 这个阵容上来的话抓的是焕老师 找大富逼出怀表以后进小房吗 大龙这边的先知现在在小房 这局其实先知如果被抓的话呢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真的 就这个先知如果被抓 真的穷者就没有什么真正面的啊 就穷者尽可能的去保平 但是保平还是可以想想剧本的 因为这里先知飞轮双坛 前期牵制的够好的情况下 回溯我第一刀有了 飞轮交掉 这边有鸟板子下掉 这边是短板 压住位置 顶鸟一刀 还行吧 一分钟对不对 这边跟过来又是一刀 然后闪现带走 讲道理啊 这个击倒速度呢 说实话是捏捏的一个真胜局 保平是肯定有的 你别看好像对吧 不要觉得我真的在在搞节目效果 我所有的分析啊 我凭良心说我所有的分析 从来不搞节目效果的 我每个分析都是对得起自己的天地良心 对吧 都是以我对于这个游戏的理解 给大家做出非常客观公正的一个解说及分析的 只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对吧 没大家的可能 我的想法跟选手的想法不一样 再加上呢 对吧 我们是全知视角 上帝视角 穷者这边是一个单一视角 这波的话追不追双岛吗 这波其实是先知吸出了一只鸟 吸出了一只鸟的话 待会记者可能会来救一波 看一下啊 现在这个先知 如果说记者来救一波 先知这只鸟再能够拖一拖呢 求生者三人开门战有一定的宝平面 而这个宝平面其实应该是大概在三层 就现在可能是捏捏七层的一个多抓 求生者三层的一个宝平 就这样了 上线就这样了 这边的话香水来救 桃神这边香水来救 其实应该是 因为我刚刚没有注意桃神的一个位置和记者的位置 就香水来救呢 他手里捏有一个薄命的 这个薄命会跟先知的鸟重叠 所以说在过程当中 先知这只鸟就没什么太大用了 因为你不可能说这个先知 大龙这边遛的再好 你也不能说能遛到这个 薄命结束还在遛吧 对吧 差不多薄命结束这边就得倒的 一个回溯啊 跟过来 一刀 哎呦 龙漂亮啊 玩的遛 玩的好 玩的呱呱叫 啊 阿达 那求生者这边应该是有一定的机会保平了 呃 四六开 呃 六成的多抓 还是多抓面大于保平面的啊 还是多抓面大于保平面的 这边有台遗产机 首先 然后呢 求生者这套阵容是可被消耗的 大富的怀表 记者的娃娃可能消耗不了了 太多了 但是调香师的香水也没剩多少了 对吧 我这边把求生者全部消耗带进 开门站秒一个 传送再留一个三抓 这个剧本不过分吧 这个剧本应该 对不对 普通编剧都写得出来吧 像我这种高端的 对吧 金牌编剧 我都不惜的写这个 我给大家写一个复杂一点的四抓剧本 一刀大副这边倒地 怀表没交出来 还是说想省怀表 那么这一手的话呢 其实妮妮不太好传的 为什么 因为这边还有一台遗产机 也就是说这块怀表 大副有可能就是故意留的了 因为我们外面的机子 对吧 已经兴起到70了 然后我这边 还有一台60多的机子 你传过去 我这边就下来也能压机 所以说这里的话 应该是不交这块怀表的 开门战大副有怀表 在这把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主要先知的牵制 让捏捏没有太多的时间 打针对刀 针对刀 打中 那追谁 追记者吧 大副不太好追吧 这追大副啊 我觉得第一时间就追记者了呀 这大副不要了呀 传也传不了 现在这边两个人 他只能抓这边的人 板子骗掉 回忆 回忆 哇 一刀 好 直接传 还怎么说 他比较确定大副不敢点门 再赶过去吗 这个传送不交的 这个传送不交的 可以的 因为这边挺好诗 是肯定不可能过来的 挺好诗 是肯定不可能过来的 现在就是 赌这边 赶不赶 传送 传送完呢 再回溯 再去排 因为大副不在 门边没有耳鸣 所以宁宁这边可能判断的是 第一时间大副就往调箱室 这边大门走 现在还得看 还得看 有耳鸣了 出耳鸣了 再看 找到的话呢 就没了 这里还没有看到 看到了 看到的话三抓 对不对 这个局其实还是偏多抓面的 当然WBG这里的话 有点机会了 有点机会了 因为中间捏捏这边 其实排人没排到 如果说再能够 狗的好一点的话 可能就有机会了